欢迎收看大型托粉真人秀的第五集 大家好 我是超气人博主磊哥 这个title一挂上 这起内容他又闻了 对不对 昨天油管又给我推送 袁腾飞老师的视频了 我没订阅他 但是直接就给你推送 好吗 真的是油管大红人 我一看的视频内容惊呆了 视频里 袁老师义正词言的大骂美国 穷兵独武 好战必亡 咱们赶紧来看看 他都是不能是把这个钱什么都花在打仗上 花在穷兵独武扩张上 而是花在经济建设上 那最先的科技成果 首先应用于经济建设 应用于改善民生 作为一个国家来讲 发展民生解决民困 这个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走这种穷兵独武的道路 就是那句话 那望战必危 但是呢 好战必亡 好家伙 这袁老师这次终于是站起来了 他终于不跪着了 我当时马上就给他的视频留言 给他点赞 把美国批评的特别的到位 咱们一条一条来说 顺便给大家补充一些数据 看看美国到底是如何穷兵独武的 然后咱们再看看 这美国到底被军工立体绑架的有多严重 首先啊 袁老师说 不能把钱花在打仗 花在穷兵独武上 应该花在经济建设上 最新的科技应该应用来改善民生 不能是把这个钱什么都花在打仗上 花在穷兵独武扩张上 而是花在经济建设上 说的太好了 咱们来补充一下数据啊 根据外媒之前的报道 202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 遥遥领先中俄两国的总和 而且还得是三倍多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啊 在新冠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美国都是疯狂的增加军费 光是202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 就高达7380亿美元 是中国的4倍 是俄罗斯的12倍 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 这个数据啊 来自于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最新数据 看看啊 美国的穷兵独武 到底有多严重 美国是不是全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 那么你既然这么强了 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多的钱 在军事上呢 是不是要搞霸权呢 这个数据啊 可是2020年的 当时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了 美国政府没有把钱用来控制疫情 从2017年 美国就不断的增加军费开支 美军的军费啊 是后面10个国家的总和 2020年初 美国政府大幅的砍福利支持 但是却增加军费的开支 当时啊 美国的疫情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了 很多老百姓啊 连饭都吃不上了 但是美国政府可不管 底层老百姓可以饿死 但是国家的军费绝对不能少 而袁老师说应该把打仗的钱 把这些军费花在经济建设上 说的太棒了 不能是把这个钱什么都花在打仗上 花在穷兵独武扩张上 而是花在经济建设上 说的太棒了 咱们来听听美国著名的媒体人Bill 他在3月12号的节目是怎么说的 他说中国建设了高速铁路网络 而美国什么都没有 美国速度最快的火车 就是动物园的小火车了 听见了吗 这可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Bill在节目上说 加州修了一段铁路 只连接了两个生产葡萄的小城市 就背负了60亿美元的债务 他还说中国10天修建隔离医院 然后都没怎么使用 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 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人 只能在网上抢黑市上的卫生纸 这个视频我放在下面的链接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Bill说的特别的中肯 直接戳破了美国许多的问题和对民生的忽视 所以袁老师指责美国那这是一语重地 直戳泪茶子 第二 袁腾飞老师说应该把最新的科技用在民生领域 还记得去年黑人男子佛洛伊德悲惨的遭遇吗 就因为一张20块钱疑似的假币就被警察之类贵死了 如果有电子支付能出这种事吗 在咱们中国别说假币了 很多人都已经不带钱包了 这么重要的民生领域 美国却没把最新的科技用于改善民生上 袁老师又直戳了美国的痛点 真的是说的太棒了 第三 袁老师说应该发展民生 解决民困 咱们中国已经在今年宣布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完成了消灭绝对的贫困 这让西方国家非常的惊讶 我们有大量的基层公务员 每天就在扶贫的道路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800多个扶贫干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就为了让那些贫困地区可以逐步的跟上来脱离贫困 咱们国家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 一个都不能少 而反观美国呢 我今天的另外一个视频里就说了 旧金山市花费1600万美元 就只是搭建了200多个临时帐篷 给市中心的流浪汉居住 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 美国这些政策已经沦为了权贵阶级的提款机 真的是可悲 所以美国的流浪汉底层人口的问题如此严重 但是从来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所以袁老师又一次戳中了美国的痛点 点赞点赞 最后啊 袁老师说了一句特别特别重的话 望战必威 好战必亡 这句话一语双关 前半句 望战必威 这句话明显啊 是说给咱们中国敲警钟的 不能忘记当年咱们保家卫国的先烈啊 不能忘记咱们的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 不要以为现在和平了 就忽略了外强的威胁 这点中国一直在努力 我们不断的提升国防军事水平 提高军队的现代化装备水平 让我们拥有强大的解放军 也让咱们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止战能力 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完全靠和平发展崛起的大国 我们完全不像西方列强一样 靠殖民靠战争靠掠夺跟奴役来巩固自己的霸权位置的 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坚定的和平力量 而袁老师的后半句 好战必亡 这句话说的太棒了 直接恶狠狠的咒骂了美帝国主义 预言了美国穷兵赌武的最终下场 就是亡 这里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内容跟数据 美国有多喜欢打仗 美国这240多年的历史 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 其他的时间都在不断的对外发动战争 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有50多场 小型战争是不计其数 我这里有表格统计了从1950年开始 美国对外发起的大大小小的战争 而美国为什么这么喜欢打仗呢 咱们听听 当过美国空军的老教授潘威廉 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当平7年 我爸爸当平18年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爸爸在亚洲打仗了11年 我们都以为真的是为了名字 为了人权等等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完全是为了贸易 也不只是赚大钱 石油到一个拉丁美国国家 为了香蕉变了一点打仗 白党打仗 那个铜矿打仗 有什么赚一点钱就打仗 所以后来我退伍说 我不能再做这个 这是想别的办法 为了安平 这可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潘教授当年是美国的空军 受够了美国的穷兵独武 对外侵略 所以退伍之后 毅然决然的选择来中国居住 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而他说的美国对外卖武器 这点有多夸张呢 咱们就看看这张照片 当时川普和沙特的王储见面 他直接跨过了美国国会 直接对着镜头 用一个大牌子向沙特兜售武器 美国总统亲自当销售员 兜售军火 这背后得是多大的利益啊 由此可见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在美国拥有绝对支配性的力量 他们就是靠战争发财的 有他们的存在世界就不会和平 美国的前总统 最受美国人爱戴的艾森豪威尔 在他最著名的告别演说中 告诫美国民众一定要警惕军工复合体 他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会利用他们的不正当影响力 对世界产生严重的影响 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这个演讲时间 可是1961年啊 很显然美国军火商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现在可以直接让美国总统 变成他们的推销员 这才是真实的美国呀 就在半个月前啊 拜登刚刚上任30多天 就直接下令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 很多美国网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都震惊了 他们说我们投拜登上台 可不是让他干这件事的 还有美国网友说 拜登之前许诺大家抗议的资金都拿去轰炸叙利亚了 看看看看各位啊 美国真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存在 而这个时候 袁腾飞老师站了出来 他直接对美国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 好战必亡 但是呢 好战必亡 说的太好了 袁老师 我给你点赞 最后啊 我教你一句话 袁老师啊 跟着我一块喊 北美奴隶主 种族灭绝 反人类 诽谤 必须被毁灭